找到要不要限制摩托车出行 大到要不要实施计划生育 从来就没有征求过老百姓的意见 在立法层面当中 中国人民跟中国的法律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的法律就实实在在的是 统治阶级一直的体现 有句话说 什么刑法民法都不如领导的看法 对啊 在一个领导的看法最大的环境当中 从事律师工作 我觉得真的挺没劲的 我不想把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才能 全部浪费在跟流氓讲道理这件事上 如果你特别在意领导的说法 如果领导的说法比民法 比刑法 比宪法都大 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一个方向 那就是卡夫卡式社会 这个词最近在网上挺火的 卡夫卡式社会呢 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 不管这个制度制定的是有多么的荒谬和不讲道理 但是依然有人坚决去执行它 即便他们知道执行了这个命令以后早晚要遭到报应 但是如果现在不去执行 我现在马上就会伤害 所以不管多么荒诞的命令 都有人去执行他们 这就是卡夫卡式社会 卡夫卡的小说里面经常会描写各种荒诞的社会生态 但是你回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态是不是也特别的荒诞 领导说开闸放水 那就开闸放水啊 领导说 不能让这个救援队随便进 要让他们拿什么邀请函 那就要求他们拿邀请函 就把救援队拦在外面 领导说高速公路虽然让灾民撤离 但是没说让你们抬杆啊 没说让你们停止收费啊 好 即便是灾民撤离的高速公路也依然要收费 因为领导没说让抬杆 领导让干什么就坚决干什么 领导不让干什么就坚决不是干什么 这就是卡夫卡式社会 而卡夫卡式社会正在以一个膨胀式的发展 为什么呢 90年代 那时候有什么92系企业家 那时候讲究下海经商创业追求财富自由 而现在的年轻人讲究考边上岸 下海到上岸开始了新一轮的变化 年轻人纷纷想要去下海 想要去冒险 要去赚大钱 其实这是一个设计